好 再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奇观 就是在新北市戏指缺推出了一个新建案 住宅大楼预计七月交屋 但没有想到在这大楼前 却又盖了这么一栋五楼的公寓 两者相距只有六公尺 导致在住宅大楼总共有八户 视野都因此被挡住 那么原来是因为当初建商向地主买地 但是后来价钱谈不拢 就变成了地主自己盖起房子 这栋才刚开始盖的公寓 地点位置竟然就刚好挡在豪宅前面 原本主打高楼层可以看到金龙湖景观 今年七月才要交屋 总共分成三栋 不过前方竟然多了栋五层龙公寓 挡住视野 让人纳闷房子怎么会这样改 那时候买的时候人家都没有盖起来 视野还不错 现在买到的结果等一下把它挡住了 当然心里就不开心了 找到的当年是大家比较不败 当初建商想以每瓶三十多万买下 但地主开价每瓶一百五十万 价钱谈不拢 地主才干脆自己花一千万盖屋 打算每层隔三间套房 一间月租一万 每个月还有十五万元收入 不过公寓和住宅大楼 前后距离只有六公尺 不但形成强烈对比 大楼住屋的view被挡住了 总共有八户受到影响 新盖好的豪宅大楼 一千七百平总共一百四十二户 每平四十到五十万 现在部分大楼住户 原本该有的view不见了 业者表示会有溢价空间 虽然两间建物都合法 不过如果有公寓盖在自家门前挡事业 住户卖房难免会受到影响 真是杨中盛杨荣 新北市报道